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維恩 本集是新手必看系列的第四集啦 如果你是真正沒有去過日本的新手 一定要記得把這系列的前三集都補完喔 那麼了解了日本與東京旅遊的注意事項以及如何規劃之後 接下來就分享一下 東京旅遊一定要做的十件事吧 雖然本集會用東京做範例 但是大部分的內容也可以套用在日本旅遊這個大範圍喔 最後我是選出了我心目中認為必做的十件事 如果有你覺得不需要做 或者是需要做但是我沒提到的 歡迎在留言討論囉 今天不論你是否有信仰或者是哪種信仰 來到東京旅遊推薦一定要去神社與寺廟參拜看看 對於日本人來說 各種節慶到神社與寺廟參拜 與其說是信仰 更像是一種生活的習慣 在日本 大大小小的神社與寺廟 加起來總共大約有16萬家 而三大便利商店加起來 也只有5萬多家 所以說去神社參拜比去超商方便 也說得過去 因此 體驗一下如此普及的日本文化 參訪各種鳥居神社寺廟等等印象中的日式建築 在附近的餐到店家 買買小吃或紀念餅 絕對是不可錯過的行程 在東京我們推薦兩個必參訪的地方 前草寺與明智神宮 這兩個地方都是東京最具代表性的神社與寺廟 詳細介紹可以參考影片 第一次東京旅遊一定要去的10個地方 東京旅遊一定要去的10個地方 東京別具特色的神社喔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在訂閱的左邊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在加入之後就會跳出訂閱的方案以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入資料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到任何地方旅遊 美食都是不可錯過的重點 而在大家的心目中 能夠代表日本風味的料理也很多 像是壽司、拉麵、炸豬排、天婦羅、居酒屋等等 如果只選一部影片的話 推薦大家去看10種東京美食的基站區分布 在這部影片中 我們按照美食的種類 以及它所在的基站區來介紹 比方說壽司的基站區是 銀座 工作市場 跟池袋 燒肉的基站區是 惠比壽、中木黑跟神田 並且介紹該地區我們推薦的餐廳 總共有超過45家餐廳 看完之後 如果你還想知道更多 可以直接去看我們頻道的播放清單 東京美食超強攻略 裡面有超過200家各式各樣的餐廳可以參考 這個應該是沒去過的人也知道的 熱門項目了 畢竟松本清 唐吉賀德都已經來台灣開分店 其實 東京的各個大區域都不乏有藥妝店 像是 新宿 社谷 上野 吉祥寺等等 甚至我之前住的地方 三支輪也都有 因為真的是賣很多名聲必需品的地方 這跟台灣的屈城市 還有康世美很像 不過最有名的當然還是上野的阿美橫林了 主要是因為這裡的藥妝店很密集 一條短短的街道就有6家藥妝店 而且據說會比較便宜 來到了東京 一定要俯瞰一下這個美麗的城市 不管是白天或晚上 都有不一樣的風景 而且許多的觀景台都在壁區的觀光景點 可以不用刻意的安排行程 在既定的規劃中順便過去一趟就可以 最推薦的是位在 澀谷 Shibuya Scramble Square 頂樓的 Shibuya Sky展望台 於2019年底開幕 是東京觀景台的新地標景點 其嶄新的設計以及戶外平台開闊的視角 成為我們心中 東京觀景推薦的第一名 其他的還有像是 右本木之丘 新宿獨廳 晴空塔 東京鐵塔等等 想知道這些觀景台的細節 可以去看東京夜景時選2020 以及東京10個免費觀景 這點算是有點私心推薦啦 這點算是有點私心推薦啦 不過也是來東京玩一定會做到而且無法避免的事情 那就是搭乘JR Metro 負面電車 甚至是新幹線等等的交通工具 在東京住了兩年之後 非常習慣四通八達的鐵路交通網 首先 從機場進到市區 就可能會搭到 Skyliner NEX等等的高速值打電車 其中位在 羽田機場的 東京單軌電車 TOKYO MONO RAIL 很有特色 是東京最古老的單軌電車 那種單軌有點搖晃的感覺 在搭配沿途的風景 光是坐車就覺得蠻享受的喔 進到市區之後 就要面對超級複雜的 JR 加上地下鐵 這邊只單純說一下我覺得 既然都來到東京了 不妨多坐坐看 不同的電車 首先是比較接近台灣火車的JR 尤其是環狀的山手線 經過都心非常多的重要區域 星宿 元宿 上野 秋葉園 等等大戰都經過 地下鐵的話就說不完了 一樣是環狀的都營大江戶線 或者是日比古線跟銀座線 也都是一條線就可以玩到超多知名景點的地鐵線 最後推薦兩條東京的路面電車 方川線跟士田古線 載客量不多的復古車廂 搭配在路面緩緩行駛近戰的悠哉感 而且去到的地方都是比較悠哉的區域 絕對會讓你覺得超級放鬆的 如果要看路線規劃的話 如果要看路線規劃的話 可以到我們頻道播放清單 看鐵路電車一日遊 直接做一條線 就可以讓你玩一整天啦 以上是前五件必做的事 由於內容有點多 剩下的五件事我們就下集再聊囉 掰掰 掰掰